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两人的包夹非常漂亮的意中两人 随后Q接大招冲到两个人脸上开打 劈满的W接两段Q直接反上了狗熊 果然操作拉满的刀背就是这么帅 虽然涛博落败了 但是阿水这个走位还是很秀的 在套博对战LNG的比赛中 26分钟阿水在中路抽线不想被三人包围 但是阿水非常冷静 来回扭头先躲日女大招 再躲日女一样子 然后再扭头躲过奥拉夫白斧 随后进化又瞄解辛达拉退球 最终塔姆赶到救下阿水 这一波阿水的走位是真的秀 LNG完美团战 雅索脚跷的视觉盛宴 在LNG这段涛博的比赛中 27分钟小龙争夺带涛博不想让 LNG更不想让 于是双方大胆出手 就在小龙抢下的瞬间 LNG上野同时动手 雅索跟上青钢眼的鸡飞切入 人群之中 于脚跃的大招刚好接上 瞬间毁一天命地 随后在收割残局方面 LNG实在太猛了 最终塔姆四人隐落 LNG凭借三人存活 也是果断软实大龙 这次一波 LNG稳住了局势 随后完成了逆转 绕了绕了 绕了过来 感觉就有机会 找到千克那么点 正面进来的 踏着之前把龙给抢了 这位一技能 定的是奈特 想直接抢杀奈特 奈特这个位置在 海格之六东西里面滑在一个 一技能滑上去了 正面虚手打出来 但是阿勒跟过一个一技能 先把六百块收下来 369这个位置 血量还有三分之一 但是正面打出了一个守护天使 艾卡还能再站起来 艾望迪这个位置粘住了 阿勒再过来 369这边应该是很难走了 临行绕后 让对手防补胜防 在艾望迪跟着 套博的比赛中 32分钟 此时套博坐拥水龙buff 艾望迪很难打出局面 关键时刻 阿勒回城 然后TP下落 随后一路卡着敌方的视野 来到套博的后方 此时套博还不知道 后方存在一个超级大隐患 等待阿勒走到指定位置后 艾望迪立刻动手 阿勒后方的出现 让套博有点猝不及防 发条大招配合阿勒 将喀萨打残 残血的喀萨 想要大招过强 但是青钢引大招 就是这么无解 活实生的给拽了回来 虽然开出精神 但是艾望迪压精神非常精准 直接将喀萨带走 下面我们通过 套博选手的视角 再来看一遍 这个绕后 请注意 阿勒TP的地方 是没有视野的 随后阿勒刚好 又卡了左手的视野 进行了绕后 所以说 不是套博没注意到阿勒 而是真的 没有发现 这里 阿勒已经没消 好 青钢引力已经到后了 阿勒TP 打了一套小拙 过来 要直接杀小拙 马发条大招 闪现躲过了 打到喀萨 看到这里有个大招 在这边追回来了 开了一个金身 这个是秒表 但是艾卡尔压起身 漂亮 先把这边的打野处理掉 以后这边奈特 从后方之间突出进来 配合369 艾望迪的血量很低 但是阿拉夫 砍起来了 阿拉夫砍起来了 还有这边369 粉红天使要被打出来了 回头打了一个Q进链 但还在拉扯 三连组的头颠子被打出来了 但这里艾望迪过来 压站起来了一个起身 旁边艾卡尔也是直接贴脸 又拿到了Luxian的一个Shadow 这波是直接打了一个团面 零环舞的完美团 我感觉拆掉了 直接打右边啊 这不选择一次大两座 复活了个KASA KASA 跨掉了一个青钢引的 没办法 结束了 我的天 2比1了 有谁能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 这样一波结束了 下面是本期的留言互动环节 第一位看个老爷 好像很有趣 留言说 戴梦涛伯落败这个阵容会解散吗 这个说不准啊 因为左手和369的合同 都是今年到期的 所以真的有可能会离队的 第二位看个老爷 加木池云 留言说 喜欢戴梦的收藏甲 我的收藏甲可是经过精挑细选的 非常值得看个老爷一看 所以各位千万别错过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赛场拍摄的全部内容了 节目的最后 别忘了点个赞关注吧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